報導 итог 的影片 Ever份 幫時間不atta 開始 二條 關於 的題目 問 關於 我們看三個系統 得宜的改變 但那些資料可以說 在它衹的情況下 自動效果 談及性的 behaviour 這是分析的 N是positive的 Kathol是negative的 我們可以記有什麼好處呢? 簡單一點我們可以記住 其實就像migration of iron 現在在N的時候 應該是negative Iron就會走過去 Pb2 plus 和Br minus Br minus就會走過來 這個就會走過來 所以在 Graphite N的時候 有什麼observation? Bloomide就會失去 電磁 就是discharge Bloomine Bloomine Bloomine是水 而這個 Ion compound 也會冒進去 證明溫度高 所以應該會看到 Gas Bloomine本身是白色 所以可能會看到 Bloo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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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Kathol 我們就寫 Half equation Kathol Bloom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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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此類推例一樣 這個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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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個 這次的 Bloomine 是解析的 所以除了有 SYNC2 Cl- 之外 它是解析的 還有H- 和OH- 我們就要看看 哪個會 比較適合 而它是 非常大 所以 應該是Hylgine 和Hydrocyon 比較適合 所以 在 N 那裡 那條 Half equation 應該是和Hydrocyon 有關 走過來 所以 就會是Hydrocyon 它就會 解析的 成為Oxigen 如果 你記得 Half equation 應該是四個 然後 加 兩個H2O 對不起 加 兩個H2O 和四顆 這樣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然後 至於 Kathol 這次就是Hydrocyon 成為Hydrocy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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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最後一個 例子 就是 集中的Hydrocyon 成為Hydrocy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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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要留意 這次 我們用的Hydrocyon 剛才也是 內Hydrocyon 但這次 用了Hydrocyon 所以 要留意Hydrocyon 有機會 在Hydrocyon 首先 在 這裏 N 就是 N 是 解放電子 所以 分別有什麼 解放電子 呢 我們有 CO2+,SO4,2- Solution H+,OH- 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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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 會走到 Positive Electro 那裏 和 Copar 都有機會 我們要 比較 Copar 和Copar 哪個容易 會失敗電子 看回ECS 應該是Copar 最容易失敗電子 而當它失敗電子 就會成為 Cu2+, 這樣 然後 另一邊 就會是 這個 走過去 我們要看看 究竟是 Cu2+, 還是 H+, 會是 這次 這個 就會是 這個 其實這個 不說 全部都會 轉移 但是 是 Cu2+, 因為 它是 比Hydrocyon 容易去 減電子 所以 它的 Observation 就會是 有些 Ratish Brown Solid 這樣 而 它的 正確是 因為 Cu2+, 會是 會是 Pri Fer Fer Ransoli 嘩 等一下 不會轉移 Pri Feren Soli 突然我忘記 突然我不會轉移 Pri Feren Soli Discharge Discharge As It is Stro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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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bservation Agent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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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s 這樣 這就是答案 大家可以看 主要要留意 A 是Gas 然後 應該都沒有特別 大家可以留意 再看一次題目 吧